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南地区有一道封面其实去的在酝酿发展 明天凌晨一直到明天上半天随着这道封面通过台湾上空 各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 特别是在我们的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的降雨会特别的明显 因为还有一些南方水气北台的关系 所以全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 也只要到明天的下半天这道封面才会逐渐的远离 各地的降雨也才会开始慢慢的去缓下来 而至于明天各地温度上的变化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今天因为东北风减弱的关系 所以各地的气温跟昨天比起来都有明显的回升 我们以这个人口数较多的大台北地区来说好了 今天中午12点台北的高温接近27度来到26.8度 其实跟昨天同一个时间比起来 这个温度是高了8度 这个升温的幅度相当的明显 从地面天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明天在华南地区还是持续的有一道封面在酝酿发展 而这一道就是明天凌晨一直到明天上半天会影响我们的封面 到了下半天之后就会逐渐的远离 其实它移动的速度相当的快 但是在这道封面通过之后 东北风又会开始增强把冷空气给带进来 虽然说这一波的冷空气它的强度其实并不强 但是再加上下雨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的北台湾降温的幅度还是很大 高温会比今天骤降5度左右 而且一整天高温都不超过20度 其实相当的有良意 不过在中南部跟花东地区 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温度也有一些微幅的下降 感受上其实是会比今天还要舒服一些的 接着带您来看温宁真理的伤害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天气转雨 北部转凉 不过到了礼拜五 降雨又会减缓 气温也会回升 但是这个好天气一样是很短暂 礼拜六会有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预估强度会来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降温的幅度也会比较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冬天的衣物先别急着收起来 其实最近这几天天气是冷暖晴雨在交错 提醒观众朋友要多加留意身体的健康状态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 记得再把时间交换给都市 感谢巴斯带来的气象资讯